大家好,我是一堂八道五夜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包住上頭,包天窗前 有一個兔子在手裡跟我包條件 看到一個人要到了 以為是誰 結果是悟空 悟空說你幹嘛聽 然後 然後 兔子就跟他講對不起 然後悟空說要不要過頭上頭 然後兔子說好喔 然後一大早他們就在遠處的地方 過著沙發 然後兔子跑到一半就覺得好想睡覺 睡一個覺 反正我再跑一跑 就會到中間 然後悟空超過了 然後 兔子不可小心他的眼睛 然後他 然後就說不可能 為什麼悟空偷的悟空會贏呢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了 好